大家好,我是Gan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这位女生 她在事前已经过世了 她的名叫范导爱 范导爱她是来自日本的 她是日本人 然后英文名应该是叫 Ijima Ai 然后呢 她的本名叫做 大九 本名就是原本的名字 她的原本的姓氏 一个名字叫做姓名 叫做大九宝松会 她是一位日本的 AV女郎 就是说她有拍过上级片的 然后她也是一位作者 她也有出过 有一部电影 是他们有跟她把她所写的一些文章 一些故事拿来做成电影 这个电影是叫做 波拉图四星爱 还有其他的 大家可以在网上找一下 在wikipedia 在百度 都可以找 然后呢 她有一份 其实她 在她还没去世之前呢 她的经历呢 我想就是跟大家分享 那么现在呢 就给大家 看 来做参考啦 希望 可以从中得到一些歧视 然后 这个是关于她 她的 之前的 她 她小时候啊 跟 她的人生 可能每个人经历的不一样 但是 我就拿她的 一个经历 来 跟大家分享 希望大家会喜欢 泛导爱 用一生的时间 在追逐爱 但她从未得到 自己的 再应由自己去还 就算出卖肉体 借来的钱 也要由自己来还 这就是我的生存之道 泛导爱本名 大酒保送会 昵称爱真 1972年10月31日 出生于 东 京 渡江 东区 归户 泛导爱 经历了暴力下的 童年生活 父亲的管教 非常严格 泛导爱的母亲 是个好妻子 但理想的妻子和理想的母亲 实在有着天壤之别 小学地年级时 泛导爱的学校通知单上 写着 个性内向 上课从来不曾举过手 即使老师问话 也回答不出什么来 只能低头看着地板 不敢正视老师 泛导爱 几乎每天都有补不完的息 或者说补课啦 像是升学补习班 学钢琴 算盘 作文 学书法 然后 这都是为 你好的话 又不断地重复在我耳旁 可以说被压得喘不过气来 幼年时的 翻导爱 总是对人们的目光感到恐惧 父母亲想要他上高大的私立学 父母亲想要他上高大的私立女校 结果他考上了区立国中 而且还特地迁移户记 才尽得了这间高升学帅的国中 翻导爱 独自乐区就读 没有幼时的玩伴 其中和期末的考试成绩 都在全年的实名之内 但翻导爱的努力 总是不能得到父母的赞赏 那时的翻导爱 满脑子所想的 只是希望别人能够称赞他 父亲管教方式严格专制 翻导爱实在受不了 没有自主权的情况下 13岁那年与男友私奔 翻导爱与男友同居过上了米烂堕落的生活 每天的生活重复着三个步骤 吃饭 睡觉 和做哀 男友一度的关系被捕入狱 翻导爱选择投靠男朋友的好友 却被好友 强暴了 为了活下去 没有一记之长的他 只好咬着牙 下海 到酒店上班 是最精密 风花雪月的工作环境 令翻导爱深恶 痛觉 然而他又不得不面对现实 之后 翻导爱又爱上了一个男子 那个男子 比翻导爱大三岁 大 那个男子比翻导爱大三四岁 是个帅哥 特求爱情的他 很快就被对方来世凶凶的 爱潮给淹没 当时 翻导爱觉得老天还是眷顾他的 只是 命运就是那么做弄人 他心中的好男人 他心目中的好男人 竟是在酒吧卖春的牛郎 就是Playboy 他之所以会对翻导爱 大献殷勤 主要是打算利用女友的身体赚钱 然后帮自己脱离枯海 A8 翻导爱再也受不了 自杀了两次 但轻生未果 还好就没死掉 失忆的他 最后来到完全陌生的纽约 独自流浪 因为经济状况 入不复出 因为经济状况入不复出 在朋友的劝说下 他正式展开拍三级片的生涯 入行之初 就是刚开始入行的时候 犯到爱的内心 十分煎熬 好几次几乎临阵 退逃 不过一想到 遗孤债还没还清 他告诉自己 一定要硬着头皮 上证 当他母亲在电视上认出他以后 他也就豁出去了 至此走上三级片女友的不归路 1992年 犯到爱参加东京电视台深夜节目 东京情色派的演出 在该节目中 自扯 群子 入出盯制库 被称为盯制库 女王 而成名 至此 他入 日本演艺圈 出乎 出乎 犯到爱意料之外的是 他竟会因拍三级片的关系 日本演艺圈 闯出了一片天 在退出AV界以后 在退出AV界后 成功转型 成为国际性的知名艺人 1992年之后 犯到爱意麻辣毒蛇 加上不良大姐的形象 成功转型为各大综艺节目的主持人 或者特要嘉宾 成名之后的犯到爱 拒绝拍新的AV影带 用他自己的话说 这几年走得很辛苦 以后还会更辛苦 但还是要走下去 犯到爱成为知名成人结人 但他依旧被同居男友欺负 骗了感情 更不幸的是 男友不告而别后 他才自然发现自己 怀有身孕 只好忍痛堕胎 一位自称他好友的昌帝明媚 曾出书大爆泛倒爱 包养男友 还称他吸毒 强力教成瘾 明后的泛倒爱 努力转型 希望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 但齐不光彩的过去 以及齐拍的地下 心爱短片 屡次被挖出 屡次的意思就是 很多次 一二再二三的意思 被挖出 犯到爱 犯到爱不得不忍受 招人威胁取材 两千年 犯到爱 发售了 自传 性质的 柏拉图是心爱 并详细 并详细介绍了 自己 离家出走 当厨祭 厨祭 就是 厨祭就是 未成年 迎女郎 就是 未成年少女 就去当 陪陪坐女郎 拍摄 AV影带等 在日本 引起轰动 柏拉图是心爱 经2001年 在日本 销售 就冲破了 一百万本 估计所得的 单权税 有 一亿 三千万 日元 他所创作的 书籍 柏拉图是心爱 该书 在2001年 被改编 为 电影和电视剧 在日本上演 2006年 11月 范导爱 在博客 被经济公司 员工 到领 超过 1000万日元 现金 2006年 11月 22日 与 12月 3日 范导爱 两度 因感冒 引起 高烧 被迫 临时向 TVS 的综艺节目 Sandy Jambu 请假 AK 从那时开始 他就意识到 自己的健康问题 15度在博客上 提及对肾脏的担忧 背后一直隐隐作痛 那种疼痛 是难以忍受 还提到自己患有花粉症 而医生认为 他肾脏机能太失弱 不适合 不适宜 或者不适合打 治疗花粉症的症 范导爱 还一直为旁观炎所困扰 而且曾经在博客上坦白 自己患上忧郁症 正在服药 治疗 2007年初 范导爱 基于身体理由 向电视台请职 退四个节目的主持人工作 并声称最快三月底 隐退 2008年 范导爱在自己的博客上 就是blog了 向大家报告了自己感染 胃 幽门螺旋肝菌的事实 就是胃溃疡 胃溃疡就是 胃溃疡呢 就是说 胃里面呢 它有发生溃烂的症状 然后呢 会有疼痛跟呕吐 这种情况出现 牙医可以算是 胃癌 它写到 这两个月以来 轻微的神经衰弱 让我很痛苦 不过 用了抗抑郁药剂后 稍微好了些 虽然写得很轻松 但是事实上 真的很痛苦啊 范导爱一直很重视友情 在病魔折磨 的时期 他写到 幸好有个 幸好有可以信任 可以谈心的朋友 陪在我身边 范导爱又在自己的博客哭穷 因为他的退出 无疑是断了收入来源 就是没有收入了 没有经济来源 他曾发表文章很穷 表示自己口袋 仅剩十万日元 十万日币 为了日后生计 他计划朝成人用品 也进军 十万日元 对于马币的汇率 大概是 3357块 马币 范导爱机制爽朗 脸上经常过着微笑 面对生命中的各种挫折 2008年7月 传范导爱到处抽鸡 传范导爱到处筹措 资金 就是筹款资金 打算开请去用品店 2008年9月底 范导爱宣布 年内不再更新博客内容 结果生日前一天 他突然又失言 主动留言发表生日感言 他处于矛盾 寂寞状态之中 范导爱一直有个心愿未了 他曾于2003年10月 宣称冷冻保存自己的卵子 他曾在节目中 透露 我很想生个孩子陪在身边 2008年12月24日下午3点过后 被发现范导爱已经死于 位于东京涉谷 屈营 丘丁 某大城 21城的 公寓房间中 享年36岁 那么这就是范导爱的一生 那么我总结一下他整个人生 就是说 在家里呢 因为拥有 曾经历 在家里呢 因为经历过 暴力的生活 童年生活 然后父母管 父亲管教的很严格 然后 本身又是属于内向的 希望得到父母的 成赞跟爱 但是 得不到他们 却得不到他们的赞赏 然后呢 就跟男友适奔了 然后适奔了之后呢 又经历过一些 比较不好的 一些堕落的生活 然后呢 男朋友就 入狱了之后呢 吸毒嘛 入狱了之后呢 他就投靠了 他的朋友 那你知道 怎么知道 却被好友强暴了 然后 就是为了生活 他就 只好 去下海 在酒店上班了 然后呢 又 没有办法 就是因为 经济的关系 然后就 被 劝说 就去当 拍电影了 飞鱼 然后就这样 就一直 在他的 生活 违了 徘徊 然后呢 过后呢 就有 孩子了 但是 因为这种情况 他就 他的 第二个男朋友 就 离开了他之后 他有了孩子 但是 没有办法 他只能够 把他打掉 其实是 不应该的 但是 可能 他的情况 那时候 不允许 没办法 但是 每个生命 都是很 宝贵的 所以 不要 随便 堕裁 不好 会有 不好 不只是 对 孩子不好 对 女孩子呢 以后 他的身体呢 也是有 很大的影响 会 包括可能 以后不能生孩子 等等 过后呢 又 患有 那个 未溃疡 就是那个 门 那个 那个 情况 就是 那个 门 为 为门 螺旋 干 净 就是 就是未溃疡的 一种 病症 然后 就 到最后呢 就 去世了 那么 希望大家 听了之后呢 有一些 看法啦 每个人都有 不一样的生活 方式 跟生活的状态 状况 希望大家 听了这个 解说之后呢 珍惜 大家所拥有的 东西 可以追求的 就尽量去追求 希望 拥有 更好的生活 更好的未来 大家一起努力 加油 Steren 碌碌碌碌